今天呢跟大家介紹這款遊戲叫做小小弓箭手 哇塞這應該是我第一次打這麼多分數的一場 一開始呢我覺得這個遊戲呢 先不要追打別人就是先 先收集這個點點有沒有這藍色的這種 增加分數啊升級啊 然後等到一定的 等級差不多就追打就對了 要跑 現在是排名第二啊 我覺得一開始可能要先打這個龍 那個分數特別多 有人衝過來給我殺啊 他丟什麼 先不去理他好像親這個龍 龍分數比較多啊 差不多在這個地圖繞一下圈 差不多 差不多 第一名左右然後攻擊力高就可以隨時去攻擊 別人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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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我差點來幹掉啊 這場玩了40分鐘喔現在用快轉 不會看太久 會啼笑 差不多 第一名的時候就可以一直刷龍 刷到等級非常高 或是分數非常高 有人過來過來過來 不要走不要走 你以為躲得過嗎 喔 這麼多人圍過來 推殺 追過來追過來 有寶箱 寶箱當然要拿一下 你不要走不要走 給我回來 去哪裡你給我回來 偷吃我的龍喔 這種近戰呢 要小心應對啊 越靠近我就要走越遠 我開護盾啊 開護盾 先把這個小的幹掉 跑 我先回血一下 哎 哎 往哪去了 過來啊過來啊 過來啊 嘿嘿嘿 他因為他是近戰他有死角 所以 遠距離攻擊他就好了 來來來過來過來 不要走不要走啊 他進攻我就後退 對 因為我覺得開局用這個 這個什麼 光劍的那個是 黑武士啊 我覺得黑武士開局非常好 因為他那把光劍是可以伸縮的 但是我一開始開局是拿這個印第安人 因為他可以有這個縮小範圍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哎呀掛掛 漂亮喔 有些等級很高會 會復活 所以 打死他要站遠一點 確保他沒有第2次重生的機會 不要走不要走 這種看到人就打就對了 這種有護盾沒有用 打到他穿牆 打到他去了 打到他去了 他那個人是怎樣 傳送過來的嗎 小隻 一rut 要快點把它幹掉 是怎樣 繞過去看一看 過來過來過來 過來過來 不要跑嘛 必須吃龍 等一下 追著我跑 欸有一個黑武士開局 追著打啊是不是 跑去哪了 是不是在下面啊 欸欸欸欸過來過來過來 追追追追追 欸看到你了看到你了不要跑不要跑 他應該跑到下個地圖去了 剛好有隻小隻過來 剛好有隻小隻過來 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欸 他是怎樣被人家追殺還逃過來的 有隻小的看到了看到了 不要走啊不要走啊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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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欸欸 喔呦 剩一滴血 幫我追殺你了 一隻追兩隻 不要跑不要跑 哈哈哈哈 還有一隻喔 哇這裡人很多喔 看到就殺就對了 看到就殺就對了 賣招 賣招啊 殺龍殺龍 欸 欸欸 他跑走了啦 殺殺殺殺 嘿嘿嘿 喔喔喔已經殺52個 搶我寶箱齁 蛤 剛好躲在這邊 欸小隻小隻 喔唷 要狂殺一堆人 要躲了 躲在沒有用 不要跑不要跑 有什麼炸彈啊 兩個人夾雞 要走喔 給我回來 欸 我看到你了 人欸 我起來了 看到你了 看到你了 哈哈哈 你也想跑嗎 來來來來 球衣石球衣石 我已經玩了40分鐘了 欸 終於終於 欸 結束了 結束了 哇 三十萬分欸 是不是 喔喔喔喔 三十萬分欸 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 喔喔喔 喔喔喔 Considering我的朋友 我們面對她做 組妳的